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Santino 郭靖彤 大眼在 今天我們就要說 李卓人疑似為自己走路鋪路 賤賣自己的資產 難道所有漢奸的路都是樹途同歸 我們稍後說這件事 接下來就是 要說另一個小漢奸 顏武洲 這個所謂的新公務員工會 的發起人 疑似感覺到自己帶爛臨頭 就害怕到 在社交平台宣佈 要解散新公務員工會 我們稍後就看看他搞什麼 最後的就是 美國華盛頓那邊 現在起床非常緊張 根據當地的人表示 現在出街 軍人比平民更多 還有一個新花名 叫小中東 我們最後看看這件事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首先說一下 這個出名的大漢奸李卓人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他 因為他做過的壞事 長達三十多年 有傳他今天 就感覺到自己大禍臨頭 然後為了他的走路計劃 鋪定路 還賤賣自己住的那層樓 我們先說一下 整件事 究竟是怎樣 昨天的星期日 有報導指出 李卓人 將他住了多年的美孚新村 百老匯街五座 某層樓的某個單位 就變賣 賬面還賺了 疑似是六百多萬 現在市傳 李卓人是低於市價 賣他的單位 平均來說 他是低於市價百多萬 就將他的單位 急速佔賣 而這單買賣 也不經過任何的經紀和公開市場發售 李卓人就知道 他說他變賣單位的原因 是因為他不看好香港的樓市 就說香港前路茫茫 就好像他平時唱衰香港的背書式 回答這個問題 這裏就有個疑點 既然 李卓人是這麼關心香港的樓市 想他欣欣向好 他就不會出來弄壞香港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疑點 還有 如果要計算 他看不好香港樓市的這個理由 其實應該早在前年 香港搞事事件最嚴重的時間 他就應該考慮變賣 有什麼理由 現在開始逐步穩定 他先來看死樓市 所以這個理由 就令我們相信到 他好像是感覺到自己大難臨頭 才去做這個動作 其實相信很多人 對李卓人以往 搞過什麼事都不再陌生 首先 我們每年 6月3日和6月5日之間 亦都看到他的身影 因為李卓人 施承司徒華 繼承了支聯會 所以他會繼續 每年的6月3日和6月5日之間 搞了什麼立足集會 現在我們香港成立了國安法 他又看到很多走狗 漢奸 走得走 拉得就拉 可能他怕自己有一天 搞搞一下 立足聚會 走到旁邊的 港公署也不知道 所以 他就為自己走路 鋪定路 變賣了資產 其實大家平時看新聞也有看 肥佬禮 開會很多時候 都有何俊仁 李卓人 商人 有人在這裏 其實為何肥佬禮開會會找他兩個呢 依我們的推斷 何俊仁方面 是負責搞一些政黨的 而肥佬禮他自己 搞一些假新聞 還有 又做了金主 另外 李卓人 他自己本身成立了職工民 美其明是搞工會 實際是利用工會的勢力 在背後 找一些人頭出來搞事 例如搞一些罷工 等等 而之前也有秘密文件指出 在佔中之前的兩年 肥佬禮 疑似一共給了150萬的港元 李卓人 還要分兩次給 而且李卓人本身也沒有申報到這筆捐款 後來被人發現了 他就說是自己代工黨去收 那些所謂的捐款 還被人揭發了 曾經有50萬 就入過李卓人自己的私人戶口 但是他被人發現的時候 他就聲稱說 這些捐款 他是幫工黨代儲先的 但是這個代儲先 一代代了九個月 連洗澡都沒有 到被人發現了 才轉到工黨的戶口 當然李卓人 不少得美國那份收益 他搞的職工民 就曾經被人踢爆過 由1994年開始 他就每年向花旗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 旗下一個叫做 花旗國的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去申請5到10萬美元不等的資助 直到現在 已經累計了 收了1300萬港元 而這個花旗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 和中情A局 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說回這個花旗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 他自從1990年開始 直到佔中之前的這段時間 他們向我們香港這個地區 投放的資金是達到每年 350萬港元 但是在佔中之後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覺得 需要大力點去搞事 所以將金額提高了15% 在每年接近400萬港元 這些資金去了哪裡大家都明白 這個職工民除了收這些固定的捐款之外 總有時候會收一些一筆過的捐款 就像收利士一樣 例如在我們回歸之後的一年 1998年 他們曾經捐過268萬港元 去給這個職工民屬下的工會 那用來做什麼事呢 這筆資助說明 用在大中華地區宣傳工人權益 但我就想不明白 我們香港的工人權益 為什麼要你們美國來幫忙宣傳呢 其實 他的目的都很明顯 就是透過這些所謂的工會 就是進行一些 反政府和搞事的活動 才是真的 沒錯他們很多眉目 就例如在1999年 他們又向職工民捐款 今次又捐了133萬 那用來做什麼呢 他說給職工民 用來改善會員的聯繫 以及舉辦一些活動 而去到2003年 他一次過捐了203萬給職工民 還要特別提到 這筆款 是用來改善元朗的工人訓練中心 但是自從職工民 被人踢爆了 他收這個花旗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捐款之後 往後的捐款已經再沒有指明是給哪一個工會 他目的是讓外界難以統計他的具體金額 來達到他掩蓋這些數字的目的 你這樣說完令我想起一句說話 之前 美國就出聲說 我們的南海 距離我們的內陸 有上千公里的距離 就說到 中國為什麼要離南海 大家 不是傻的都知道 南海 他一直都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 距離多少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 美國 竟然會關心到 距離他們本土一萬公里以外 的香港的工人的權益 這件事 很明顯 就是司馬超之心 勞人佳見 他的目的究竟是想怎樣 就是想透過 搞這些所謂工人權益 來煽動 香港的打工仔 長期地對抗香港政府 才是真的 其實這裡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大家知道現在職工民的主席 已經不再是李卓人 李卓人推舉了吳敏儀做主席 為什麼要推吳敏儀做主席呢 我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想找吳敏儀做替死鬼 沒錯 這個是其一 其二 吳敏儀的搞事能力都很厲害 首先我講一下職工民 他有九十幾個屬會 他的會員是達到十四點五萬 而吳敏儀 是其中一個航空界的工會中的主席 即是職工民的小頭目 沒錯 但是 這個航空界 是有十個工會那麼多 而他的會員人數 是達到一萬一千多 吳敏儀為何在雲雲中身之下 特為移出呢 大家記不記得2016年 在那一年3月27日 吳敏儀當時是英航空中服務員工會人士 組織了一次機場靜坐行動 那次行動 總共有2500人參與 這次事件 吳敏儀可算是暫露頭角 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 到了2019年8月5日 大家都知道 那天機場發生什麼事 有一個叫三罷行動 參與這次罷工行動中 航空界單單是國泰加港龍 兩個工會的人數 已經超過2000人 還未計算航空界的其他工會 還未計算機場控制塔的成員 可以說那次佔領機場的行動 日後吳敏儀 當職工民的主席 墊下了基礎 很多人就說 罷工都是搞事 何來有錢賺呢 我就起到李卓仁一個事件 之前有一次工潮 就在長沙環的愛麗村爆發 當時這個工潮 就有清潔工人罷工了10天 李卓仁看準了機會 以職工民的名義 出來協助這些工潮 就發起了一個眾籌 最終籌得的款項 是有28萬港元的 當時這條數28萬 其實就不是全部用來搞這個罷工 當中有5萬港元 是用來支付清潔工人的津貼 以及這次罷工的開支 餘下的23萬 就被他撥入了勞工權益基金 大家聽到這裏可能都會猜到 這個基金 是不是他們自己控制的 職工民 沒錯 還有人質疑他們濫用這些捐款 但是李卓仁他們是很厚面皮的 有人質疑他們濫用捐款 他就發聲明 他就說這個安排 在眾籌之前 已經獲得一眾公佑的同意 如果我們以演藝界來比喻 這位政界的演藝人 他每年搞的祝歌晚會 就由於學友每年搞演唱會一樣 那些罷工 就是平時的工作 出一下show 唱首歌 賺到錢 不僅是透過工會的罷工 乘機吸納一些新血 尤其是年輕人士 因為吳敏儀 除了組織能力之外 大家都知道航空界也是比較青春的一個行業 可以趁機吸納一群年輕人 繼續為他們去罷工 繼續為他們去賺錢 其實李卓仁 他這麼多年裏面的所謂工業行動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為了賺錢 可以改名工業行動 不要叫工業行動 叫供款行動 但當然 李卓仁 就算 在這麼多年來 被人篤爆過無數這麼多次 他依然是口著臉皮 繼續做這些行動 自從前年的反社會事件 李卓仁就意識到 他的搞事計劃 是可以越玩越大 因此 李卓仁 就不斷培育他的接班人 以及將整件事 做到企業化 但李卓仁感到可惜的就是 在大概半年前 國安法的成立 令到李卓仁這個如意算盤 打不響 不過這樣的時間 他也沒有收手 最多將他的搞事活動 進行得沒有那麼高調 所以 當李卓仁 依然堅持著他的掠水計劃的時間 眼見 他身邊的所謂的 豁胡戰友 一個一個被捕 一個一個走路 他意識到自己 可能將來的路 和他們一樣 不是一隻腳 在監倉 就一隻腳在遠方 當然 以他的性格 他一定是選擇著草走路 就不會坐牢 其實國安法成立了之後 都給了這些機會 說到 他們以前做的事 是不會追究 但可惜 你對著這些黃絲黑暴 仁慈的話 他們只會 覺得 政府是害怕了他們 從來 就沒有想過一天會收手 這些人 正宗是不見棺材 不流眼淚 我呼籲大家 千萬 不可以讓李卓仁這個人 能夠順利離開香港 一定要盯到他 現在 他變賣他自己的資產 這件事 都是有人踢爆了 才公開了出來 其實 現在 李卓仁身上涉及的罪行 多達九鐘 大家不要看 這些罪行 好像不是那麼嚴重 他就不會走路 自從有了許智峰事件之後 大家都知道 這些人 隨時說走就走 現在李卓仁 經過一些新聞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說到 他說自己不打算走 亦都說到 自己會勇於面對 去坐牢 這樣說 但當然 同一句對白 好像有點熟悉 許智峰都說過差不多的事 轉過頭 連人影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千萬不能放過這些人 這些人是什麼人 這些人就是李卓仁 一定要跟著他 如果不是就變了李嵩仁 我們說一下這些大漢奸的時候 就要說一下小漢奸 這個小漢奸其實 十足十里卓仁 年輕人 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這個人就是年輕公務員 顏武舟 顏武舟這個人 就是自從上年的反社會事件以來 而出了名的人 這個人 在前年的時間 就進行了一件史無前例的事 就在前年的8月2日 有一班所謂很關心香港社會的公務員 他們在姐打花園 進行了歷史以來 第一次有一個反政府 為名的所謂公務員集會 而那次的集會 人數是多達成4萬人 那就是食軍之陸 反軍之州 沒錯 他們還越玩越大 然後 在這個集會幾天之後 顏武舟 就帶頭 成立了一個叫做新公務員的公會 而由於當時 反政府的浪潮就非常刺激 所以他的公會一成立的時候 就立即有幾千個會員 加入了這個公會 而這個公會 由成立當日 直到去 昨天說解散的時候 是沒有為任何一個 他們公會的成員 所屬的職業範疇 去到爭取過一宗福利 很明顯 這個所謂的新公務員公會 是一個政治掛稅的公會 他們永遠關心的 只是怎樣反政府 尤其在國安法成立之前 這個顏武舟 就經常出現在不同的集會 做發言人 但是這個人 可以說是 正宗的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的話 顏武舟 為了保住自己 那份鐵飯碗的工作 可以是不夠膽 拿著一些政治標語 這個顏武舟 當一群人出來集會 搞事的時候 他作為其中一個 所謂出來說話的人 他在大合照的時候 會縮後一點 以為這樣就沒事 看不到 而更加令到他害怕的就是 在早前政府正式宣佈 所有香港的公務員 要在四個星期之內 簽署聲明 去擁護基本法 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個時候 不想失去那份工的顏武舟 就知道大難臨頭 要是他就沒有了份工 要是就要簽署這個聲明 很明顯 如果顏武舟繼續玩下去的話 他完全是跟這份 效忠特區政府的聲明 抵觸了 所以 他就在昨天宣佈 正式解散這個新公務員工會 當然 他有非常之多的理由 他就說到 現在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 就說到他再搞這個工會的話 他的人生安全 會受到威脅 還說到 這一刻 他要做的事 就是應該 銷毀 他們工會會員的資料 然後再繼續發表他的陰謀論 就說到 政府 會收集 公務員宣誓的資料 政府會收集 黃人DNA 一樣 又說到 他們工會方面 多次向政府反映 公務員對宣誓的疑慮 而政府也沒有聽到 所以就說到 工會 會存在一個巨大的風險 就算連反映意見 都是一種風險 之後不知道是不是 鹽作得不夠大 還說到 就算不說話 他一樣會面臨風險 大家看完這些邏輯 其實 跟精神病人一樣 沒有什麼分別 雖然我不太知道他想說什麼 但他大概的意思是說到 他為了自己的工作 其實就出賣了他的所謂手足 因為顏武州 在成立工會的時候就說到 他們工會的宗旨 就是不畏懼 不割擠 不督灰 以及不退縮 現在顏武州很明顯 就為了他的工作 做了所有的事 現在 新公務員工會 的社交平台上 有很多人就說 顏武州 已經是出賣了所有的人 竟然 急急地說一句 拜拜 就不玩 有很多 不知道是否去工會的人 就爺餘地說 顏武州 為了飯碗 就什麼都做得出 究竟 顏武州對不對得住 曾經被他煽動過 出來搞事的人 他們這班人 沒有了飯碗 不得止 有很多人還坐牢 就紛紛露斥 這個顏武州 厚顏無恥 其實我認為 顏武州 還能夠生存到 今時今日 安枕無憂 真是太便宜 這個人 之前 他自己說到 因為搞事多 就不能升任 一個儲級的公務員 其實我想說 他做過那麼多煽動人 出來搞事的事件 不要說升職 就算沒有了份工 坐牢 都是便宜了 這個人 就算坐十世牢 都彌補不到他的罪業 看來 姜還是老的辣 顏武州 拍攝李卓人的相比 李卓人打算不玩 其實就不是不玩 是表面不玩 實情是想鬆人 這個顏武州 連鬆人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他不捨得自己的份工 那倒是呀 別人李卓人找到盆滿盆滿 顏武州一滴水都找不到 你知道 你改得名字有個州字 就是像船 船沒有水又怎可以 說完大小漢奸之後 我們馬上飛去美國 看看他們那邊的情況 美國那邊就厲害了 目前最新狀況 華盛頓DC 十足十個黃成一樣 五步一江 十步一哨 保衛森嚴 任何主要通道 都似有重重的關卡 任何無關人等 一律不得進入 但是這樣呀 如果那些無關人等 一旦進入了 會不會趕走呢 例如那些姓犬養那些 你放心 那些人 嚇到不敢出街 二萬五千個 警衛禁軍 已經輪流交替 看守著 整個華盛頓DC 他們現在 將整個華盛頓DC 國會山莊一帶 分為了這個 紅區 和綠區 很多人都不明白 紅區和綠區 怎麼分 那我就可以慢慢解釋給大家聽 首先 紅區 就是 人 不可以入 只是車可以入 綠區 就是 車可以入 還有在裏面 住 或者做事 商戶 有得證明的話 你都可以進出 那紅區主要是哪個地方呢 就是由這個 白宮 去到這個 林肯紀念堂 去到這個國會 最高法院 就在旁邊 所以就是一個 剛剛好地圖 是一個三角形 那這個三角形中間 就有些 寺院 還有這個 國家廣場 大家看電影 會看到美國 不知道為什麼 潮天有東西的 那個就是國家廣場 很多人喜歡去那邊跑步 那那個三角形一帶 就全部被一個 大型的長方形 駐紮了這個 大量的 二萬五千兵的 國民警衛軍 守衛著 就沒有求要令到 一隻烏鷹 都不能亂飛進去 目前華盛頓DC搞成這樣 網民就 耶穌 耶穌他 直接變成一個 小中東 中東的地方 就叫做 名字不說得 就叫中東達 中東達那裏 都有這樣的情況 但凡是美國大使館 政府機構 那些大樓 就全部就納入這些 綠區 要嚴密地看守 在這個 紅區綠區的外圍 還有裏面 怎樣間開一些地方 就是以這個 運營土馬 很厚 很硬 不是水馬 還有 有了經濟的鐵絲網 還有重重的鐵欄 來圍住 水馬這些東西 香港才用的 去到美國 不夠做 人家 黃仁經常說 美國情況 不可以跟香港類比 我們經常 說人家雙重標準 黃仁很辛苦 不斷挑骨頭 不斷咬 現在我撐你 美國情況 DC那裏 真的不可以跟香港比 現在人家變成戰區 已經變成一個 而在這個 紅區綠區 裡面 穿插巡鑼 就有大量 我最喜歡的 那一架 軍用的刊馬車 那一架 是我從小到大 希望擁有一架 但我現在不會要你美國貨的 我希望有生之年 能夠有一架 東風猛士 那新聞就賣 有些人就嘗試進去 新聞就賣了一件事 就是裡面 有一個人真的在裡面做報案 就帶了一個 未經授權的Document 進去 馬上被人拘捕了 還搜到車裡面 有一個未有拉臣子的 一隻工具 還有 500粒蓮子 還有蓮子 夾在裡面 這個人 當場就被逮捕 還有 五條罪 所以說 現在裡面的情況 不是說你 有批文 沒有批文就好 不是說你可以就這樣進去 他裡面有把 De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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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你的車裡面 有沒有 BlingBling的東西 還有工具 如此一來的震勢 就導致 1月17號 本來原定 是拜登就職典禮的 是一個彩牌 現在就cancel了 本來從來總統就職典禮 都有10萬粉絲下面 立喊助威 舉了牌 現在又沒有了 連宣誓也要網上宣誓 之後 打算慶功有個酒會 又cancel了 可以說是美國歷史上最冷清 的就職典禮 不知道拜登那一刻的心情 會不會覺得很空虛 很寂寞 很冷 不過拜登 可能他最主要關心的 不是這件事 因為他 遠在這幾天之前 就已經是積極地取消 特朗普 留下的那些 蘇州care 例如說 立即搞好 那些移民限制 尤其是對那些 木教國家 就放寬移民限制 立即就要加入 這個 巴黎氣候協定 為什麼要加入 巴黎氣候協定 因為這是世界規矩 美國進去 他就掌握環保 掌握環保 掌握很多東西 掌握環保 即是掌握環保能源 即是掌握新能源行業和舊能源行業都可以出聲干預 還有 掌握環保 即是掌握空氣排放 即是你對全世界的建設工業都有權出聲 所以這是大位 還有對內 立即要搞強制性的 別人出街要帶罩 這些防病措施 因為他知道 底下的人有多不聽話 還有他以前 承諾過那些學生借貸 可以遲些還 對那些國內的人 有不分 你有沒有給稅都有這個經濟援助 即是包括那些非法和合法的新移民 可能都有錢拿 有得有免費的飲食券 還有那些移民 司法 那些東西他都全部 要一上任的時候 在這幾天 他已經馬不停地開始做了 不過 最令人關注 也都最關我們事 的一個消息 就是 拜登已經透過他自己的幕僚 公開講 他們的立場就是 毫無異議的 他們認為 只有一個中國 他們是不會承認這個台灣省走出來搞獨立的 那大家聽到那個消息就覺得 很明確地表示了拜登目前他是 面對著中國這邊的事務 他是用了什麼態度的 那大家會鬆一開氣 或者大家會覺得 好消息來的 但是大家也都要小心 因為美國人呢 就不會死錯人 大家要留意他之後說什麼 他之後就說 他們覺得 一國兩制的系統 其實已經走到這個世界盡頭了 他現在目前最需要的 就是要建立一個 比一國兩制更加超越的系統 一個新的對外交的策略 就是希望 中國 台灣 台灣和美國三方呢 都是一個可以 互相 緊密 建交和合作的空間 那說出來呢 就好像很好聽 其實 這些就是典型的美國對外擴張的國策 就是說 首先 中國和台灣的關係呢 就一直是我們之間的事 但是他呢 就覺得 如果我現在 走出來 好像很好人 為你們調停 其實就是他想加進來 那這件事就變成一個三方的問題 那好環保廳有什麼事的話 他有得出聲 他有得選擇站邊邊的 然後就要玩一些世界規矩 就要伏少數服從多數 那美國也都會拉著全世界一起發聲 明明是我們 兩岸之間的事 就有外人介入的 那為了這些這樣的關係呢 他有大條道理 擺一大堆的那些什麼監察的那些什麼委員 在兩地那裏 而這些 就是他們搞的那些 顏色煽動他們的前奏 這些就是那些職工盟 是人都知道你在玩什麼的 現在都踢爆了你們的 這個年代 那壞消息就是比較明智一點 還有大家有觀察力之外 就看到這個其實 他們沒放棄對外擴張的 那好消息就是 搞得這些世界規矩 其實是有個時段的 不是說你一時三刻搞就搞 搞得來可能都是 三兩年四三四年的事 那就是說在這段時間 還有很多變數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到 我們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還有很多人最關心的就是 會不會有一天 武統台灣呢 如果真的武統台灣 那一天 其實這些世界規矩都還未搞得到 那有些人現在最擔心的就是 總統拜登 會不會在他就任之後 有一天 被人神風騎兵呢 然後他們就在那裏找些蛛絲馬跡 就有些人在那裏說 就是這個國會事件 有人拖那些聯邦旗出來 什麽叫聯邦旗呢 格仔不能鋪的這張照片 大家發揮這個照片的空間 或者去做一下你們的搜尋 就是一張紅色的旗 有個交叉的藍色 而交叉的藍色 沿途就有很多星星 這個叫聯邦旗 就是來自這個南北戰爭的 那很多人就說回南北戰爭的時候 歷史就說這張旗代表什麽 會不會 就是預兆了拜登 就會被人旗襲 其實就不是 大家也不要想得太複雜 這個旗呢 其實在近年的美國的潮流裏面 其實已經表示了一個 百人之上 種族歧視的旗 裡面的過去的歷史內容 就已經轉了很多代 即是但凡 百人之上的那班人走出來 就會舉這個旗 這個旗呢 白人見到就是白人之上 黑人見到呢 就表示歧視黑人 就等同於你拿那些麻省出來 他們就等同覺得是這件事 至於拜登會不會 任內被人神風 旗兵呢 這件事呢 就有沒有人拿這張旗出來呢 其實現在都吹到好行 拜登應該每天 都收到 成千上萬個這些信息 說有人會這樣對他的 簡單說 出得離譜 就預料了 對他們來說 新任的副總統 哈拉斯又怎樣呢 哈拉斯呢 他就安排了他的宣誓那天 就找一個拉丁裔的大法官 來幫他做宣誓 而這個法官是一個女人來的 即是 又是女人 又是拉丁裔 預充著美國 未來的這幾年 種族 和女權 將會是這個 主打Promo的東西 美國未來會再有一個 什麼新氣象 在拜登和哈拉斯之下的美國 會有什麼特點 會有什麼矛盾 總統就職之後 我們新潮民都會拍一條片 來預充一下美國 有什麼改變 和有什麼新的風潮 那好啦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 林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facebook專頁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